王启年看了范贤一眼,似乎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异样来,毕竟斯里里此事一去便会涌入深宫,只怕二人再无相见的机会。 不料范贤的脸上依然是一片平静,双眼如轻弹一般,无波无序,微笑着走上前去,隔着那堆妇女对斯里里拱手一礼,正准备说些什么,不料旁边却有一双急鄙夷的目光盯了过来。 范贤略感不爽,侧头望去,发现是一位穿着打扮明显有些地位的老嬷嬷。 还未等他说话,这位老嬷嬷已经十分冷淡笔说道,这位南旗官员,斯姑娘如今已经踏上我朝疆土,不用再听你训斥了吧。 范贤眉头微皱,心想这是从何说起,又听着这老嬷嬷是轻声自言自语道,这南朝官员居然敢直愣愣地盯着姑娘家看, 真是毫没有一丝礼数。 这位老嬷嬷是皇宫里的老人,向来极有地位,斯里里小时候在北齐上京皇宫居住时,便曾经被她服侍过。 这次北齐皇帝心痛斯里里在南庆受苦,又怕她一路受南庆官员太多委屈,才命这位嬷嬷到边境处来接人,想让斯里里好生调养一下。 范贤在皱眉,忽然抬步往斯里里站着的马车处走去,她本身体内真气霸道,此时只是淡淡散出一丝,便让深周那些女子,哎呦翘乎一片,往两边倒去,给她空出一条道路,道路那头,就是马车下有些不安的斯里里。 好蛮横的家伙,老嬷嬷大怒,骂道,你这男蛮子想做什么?来人啊,把这人赶出去。 听着这话,北齐那边的锦衣卫与官员赶紧过来,有几个不长眼的家伙,竟是准备拔出腰间弯刀。 北齐接待使团的官员,可是知道范贤背景的人物,堂堂宰相女婿、尚书长子、南庆皇帝的同郡主驸马,将北齐大家装莫含鸡的吐血的尸仙,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。 去年一战,北齐连败,此次递交协议,本就是心虚的一方,哪里敢对这种重要人物无礼,那名官员连忙赤退了锦衣卫。 老嬷嬷气得更加厉害,指着那名官员骂道,我朝疆土之上,岂能容这些难瞒放肆。 这老鱼眼珠子仗着自己在皇宫里待过,只知道后海的深浅,哪里知道这天下的深浅,把老虫牙一咬,老腮帮子一鼓,老哭树掌一挥,竟是一个耳光向范贤的脸上扇了过来。 啪的一声,范贤微笑握住这老嬷的手腕,偏头看了他两眼。 老嬷嬷被这两眼看得有些发毛,却勿自降嘴说道,放手,看老身不删你一个实在的。 啪的再一声,这次却是这位老嬷嬷无比地删了几耳光,脚下一软,竟是跌倒在官道黄土之中,老太婆捂着生痛的脸,吃惊地看着范贤, 大概是很多年没有被人打过了,所以被打之后太过震惊,一时竟是忘了胡同。 范贤收回手掌,有些厌恶掌心触到老树皮,在衣衫随意擦了擦,静静说道,既然你说我是男蛮,那我就蛮给你看。 这一耳光山的所有人都晕了,谁也想不到一代师仙范贤提斯,竟然会对这样一个老太婆动手,那位官员赶紧抹着汗再来解释,说道,这位是宫中老人,就连一般官员都要给几分面子的。 范贤看着那个捂着嘴,坐在地上哭嚎惊天的老太婆,微微摇头,轻笑回答道,我不是你们北齐的官员,自然不用给他面子,不要说是什么宫中老人,在我心中,就是一个宫中老不要脸的。 这话实在是太过狂妄,竟是连北齐皇宫的面子也没有摆在心上,那位官员咬牙低头,知道时势比人强,就算范贤动手打了人,自己也根本不能多说什么。 范贤直接从空出来的那条道路上,走到了马车身边,此时再也无人敢于拦他,他微笑望着斯里里,轻声说道,此去宫中多珍重。 斯里里浅浅一浮,先前唯有慌乱的眼神,此时已经被极好的掩饰起来,清敏双唇,淡淡回道,一路大人多有照顾,大人之德,小女子无以为报,实在是有些手足无措。 范贤微笑说道,手足自然是不错的,你放心吧。 简简单单几句话,便说定了斯里里那位留在京中兄弟的将来,范贤沉默着退后, 远远站在自己使团的车队中间,看着与自己同行了很长一段旅程的老人,女人上了北齐方面的马车。 她微微眯眼,觉得有些奇妙,北齐方面似乎没有把此事当作一个秘密的协议来操作。 萧恩这个人,按道理来讲,应该隐秘送网,上京才对。 今天来了这么多锦衣卫,人多嘴杂,是万万瞒不住了,如果上山虎向北齐皇室要人,那位年轻的皇帝应该如何应付? 海棠那边又是一股相反的力量,看来北齐皇室要头痛了。 范贤还很奇怪,斯里里所受到的待遇,看得出来,那位皇帝是真的很喜欢她,不然不会如此用心来接她,可是斯里里就算是南庆亲王的孙女,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,其实也早就没有什么利用价值。 难道,那位年轻的帝王还真的相信爱情这种东西? 可是如此郑重其事,皇太后难道不会发怒? 斯里里应该怎样才能入宫呢? 那位双腿断了的老人,沉默着上了马车。 范贤不由在心中轻叹,萧安才下囚车,又上囚车,一辆马车,怎在得动这二十年离仇,多少不自由。 进入北齐国境之后,黑齐自然桥远生息地返回京都旁的驻地,使团的一英安全都全交给了北齐锦衣卫及沿途的军队。 范贤难得偷了半日闲,好生惬意,反正在他国土地之上,想来给对方八百个胆子,也不敢将使团如何。 一路春光正好,使团里大部分人都是来过北齐的老人,就连王启年当年也曾经在两国之间做些不要本钱的生意, 唯一显得有些出国兴奋的只有范贤还有那七位虎卫。 虽然以高达为首的虎卫依然保持着高手似乎应该保持的冷峻感, 但看着他们不停望向窗外的火热神色,就知道,他们对于异国景色很感兴趣。 范贤笑着说道,咱们也算是开阳婚了,不过这北齐景色倒和咱们庆国差不多,就是树种不大一样,就连温度也没觉着冷, 比大湖西南那片荒原上还要暖和许多。 王启年解释道,北齐虽然地在东北,但其实气候倒是极好的。 高达忽然翁声翁气说了句话,因为此人极少说话,所以范贤也很感兴趣,只听他说道, 北国风光确实不错,属下此生最大愿望,就是跟随陛下进行第四次北伐,将这一片疆土纳入庆国管辖,助陛下一统天下。 马车得得当当的在关道上挤驶着,窗外那些落叶桥木正悬着大大小小的绿叶子,随着马车带起来的风轻晃,似乎在摇头轻叹。 范贤叹息道,只此春光明媚,还是少讲些打打杀杀的事情吧。 话虽如此说着,但他依然轻声将此去上京应该注意的事项全部交代了一遍,此次不需要再进行谈判, 关于是去年那道协议的落实,难度应该不是太大,但有些该注意的地方还是要小心一些, 这辆马车上面除了范贤,汪启年,高达之外,就是那位使团的副使,出身红卢寺的临近大人, 所以四人说话没有什么避讳,只要不被外面的北齐人听着就好。 由悟渡河往上惊,还有老长一段距离,随着马车一天一天地向东再向东, 范贤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,再也无心却看车外那些重复枯燥的景色, 心里却在想着,萧恩这个时候应该到哪里了,四里里呢? 他在入宫之前,那位年轻的皇帝会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身份? 陈平平设计的白袖招已经被范贤暗中破了,范贤的红袖招计划又真的有实现的那一天吗? 瞧出来,范提斯的情绪似乎有些不高,那位副使临近恭敬说道, 大人,使团虽然安全,但就是路途遥远,有些辛苦, 大人还请忍耐一些 他很清楚范贤的身份,当日在雾渡河畔,打了那老嬷嬷一记耳光, 临近也不认为是多大的事情,以范贤的身份脾气,在庆国京都, 连郭家的人,还有夜守备的独女都赶下黑拳,何况区区一个匍夫? 他也很清楚,此次使团权一范提斯的指令形式, 自己只不过是个处理杂事的小角色,所以生怕范贤心情不好,误了正事,赶紧开解孝道, 上京也是处世上最繁华之地,那里的女子叫朱京都,刘京和尚的红妆, 又别有一番风采,到时候大人可以去看看。